說到颱風,台灣人應該都很熟悉 但你知道山竹圓規,這些怪怪的台灣名字是誰取的嗎? 而台灣人的共同記憶颱風架又是怎麼來的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颱風冷知識》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這個夏天,颱風再度清洗台灣 打破了將近4年的零颱風詭異現象 台灣平均每年會遇到3、4個颱風 而每到夏天,屋外風雲交加 電視、衛星雲圖上面那團不斷往台灣移動的白霧 都是台灣人再熟悉不過的日常 不過,我們真的夠了解颱風嗎? 你知道颱風跟颱風是誰翻誰嗎? 你知道颱風架其實不是架嗎? 還有,你知道萬一沒有颱風,日本有可能會是中國的嗎?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接下來就讓我們也來一探究竟吧! 颱風跟颱風本質上沒有什麼差別 都是熱帶氣旋,唯一的差別是發源地 在東北太平洋跟大西洋形成的叫做颱風 而在西北太平洋形成的則叫颱風 其實最初在中文裡面都是使用颱風這個詞 颱風一詞則是到清代才出現的 現在除了中文,日文跟韓文也是叫颱風 颱風 颱風 就用這個颱風近似音,指稱風暴的紀錄 阿拉伯文甚至還更早 所以有人認為,應該是颱風音譯字颱風才對 不過,關於颱風的詞語也有別的說法 認為它是從粵語 台風 或者是台語 紅台 演變而來的 但由於缺乏關鍵性的證據 所以颱風一詞到底是怎麼來的 目前還沒有定論 欸!那每個颱風的名字呢? 比如像是杜蘇瑞、莫拉克等等 這些又是怎麼來的? 目前颱風的命名是由世界氣象組織底下的 颱風委員會負責的 裡面有美、日、韓、中、港、澳等14個成員 由他們各自提供10個 一共140個名字輪流使用 所以每隔幾年往往會看到同名的颱風 但是如果有颱風造成了嚴重的災害 可能會被永久出名 再取新的名字補上 比如2009年重創台灣等地之後 莫拉克就不再使用 該以閃電取代 可是一下莫拉克一下閃電的 這些名字取得好像有點令人困擾 那這邊要解釋一下 其實莫拉克是泰語綠寶石的意思 只是因為台灣以前都直接音譯 到了2013年才開始不分異議 所以會聽到蠻多意義不明的名字 不過就算知道了原譯 這些名字也不能說 有個什麼樣的統一規律 那攤開颱風名字列表 除了綠寶石、閃電之外 還有水果、山竹、星座、圓規 傳說生物、玉兔等等五花八門的名字 甚至澳門還用本土的 樸式、牛奶、布丁、貝必加 來幫颱風命名 那這些名字之所以會這麼自由奔放 還真的就是因為命名沒有什麼規則限制 當初委員會是彼此協議說 不能夠用會損害相關國家感情 或帶有負面意涵的字 除此之外,成員們都可以自行決定 所以說,確實沒有什麼邏輯規矩可言 而颱風沒有邏輯的事情其實還很多 比如日本的颱風可樂餅現象 在日本,每到颱風天 就會看到許多日本網友PO出可樂餅的照片 然後hashtag颱風可樂餅 而且根據報導,颱風來臨時 日本超市和便當店的可樂餅銷量還真的會增加 那有些超市也乾脆會在颱風天舉辦特賣會 進一步促進買氣 2017年強台藍N過境的時候 連鎖超市A.ON就推出了可樂餅促銷活動 結果銷量比平常增加了50% 那其實,這並不是日本自古以來的習俗 而是近幾年突然爆紅的 NHK還特別製作過一集節目 探討這個新興都市傳說神秘的颱風可樂餅現象 原來這個現象起源於2001年颱風怕步逼近日本的時候 論壇2CH 上面有一個颱風實況討論區 結果有位網友突然留言說 以防萬一我先買了16個可樂餅,而且已經吃了3個 然後這則留言就變成了一個網路梗,漸漸流行起來 而商家也開始拿他做行銷帶動消費 於是颱風可樂餅習俗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散播開來了 至於當時那位網友,到底為什麼要在颱風天吃可樂餅 既然日本人颱風天會吃可樂餅,那台灣人又會做些什麼呢? 我想很多人的答案應該是等放假公告吧! 在台灣,從小學生到上半族幾乎人人都經歷過颱風假 但是在颱風也很頻繁的日韓,沒有這種法規 放不放假基本上都是由各個公司組織自行決定 那台灣到底為什麼會有颱風假呢? 其實台灣以前也沒有明確的法令去規範颱風假 但當時一刮颱風,政府各部門往往就為了要不要停止辦公炒來炒去 所以在1972年的時候,行政院就頒布要點 用法令來統一規定颱風天停班停課的措施 而經過多次調整之後,現在這個措施不只適用於颱風 而是所有的災害,所以颱風假也被稱作是災訪假 可是不管是叫什麼假,它其實都不是真正的假日 法定意義上的假日則有股定假日、休息日、例假和特休 期間企業不能強制勞工上班或扣薪 如果員工出勤,就會要算加班或付加班費 反過來說,因為颱風假實際上只是一種防災措施,而不是假日 所以當天員工雖然可以不上班,但企業也可以不知心 此外,如果能夠居家辦公,不用冒險出門的話 企業也可以要求員工上班 當然,想放假是人之常情,但會有這種類似放假的防災措施 也是因為颱風的威力不容小覷 甚至可能大到改變了歷史的走向 颱風的存在,對人類生活有難以忽視的影響 不只造成了苦難和損失不及其數 回顧過去,颱風也經常在重要的時刻出現 讓歷史產生了重大的轉折 颱風一書就寫道 若非因為颱風,日本現在可能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 這說的是13世紀的原日戰爭 當時蒙古帝國的忽必烈兩度派出規模龐大的海戰艦隊遠征日本 但卻都因為遭遇到颱風而潰敗 因此當時日本人也稱呼颱風為神風 不過這個神風也不總是站在日本這邊 在16世紀,幕府大將軍德川家康出動了一支艦隊要攻打台灣 結果踩到了琉球附近,就被颱風打亂陣腳,最後駭雨而歸 而颱風會擾亂的,也不只是征戰的結果 還可能是一整個地區的發展 1963年,超級強台葛勒里肆虐台灣 讓夾在基隆河與淡水河之間的涉死島淹了三天三夜 這導致經濟部後來把涉死島列為限制發展的洪水泛濫區 台北市府也在1970年正式宣布涉死島禁建 而這一季就是半個世紀 近50多年來,涉死島除了違建從生以外 發展幾乎完全停滯 不僅公共設施不足,連排污水的下水道都沒有 甚至到去年才有第一家超商進駐 雖然近年來,北市府有意推動開發 但因為環評、徵收等等程序都需要時間 再加上過程中也有爭議,所以至今都還沒有動工 這正是因為颱風的影響這麼巨大 所以對颱風平凡台灣來說,防台措施更是不可少 但以前科技不發達的時候,到底都怎麼樣防台? 還沒有現代科技的古代台灣人怎麼預測颱風呢? 答案是用草,以前台灣原住民族有一個說法是 只要在每年春天看剛萌芽的颱風草上面有幾道折痕 就可以知道當年會有幾個颱風要來 這種草毯在清代有不少的記載 也有很多的漢人相信,甚至嘖嘖稱奇 不過這種做法真的就只是占卜而已,並沒有科學根據 是到了日治時期,台灣才全面進入科學化、系統化的防台階段 日本政府除了接手清末設立的幾個氣象觀測站 也繼續在各地蓋更多的觀測站 同時導入新的探測技術 終於在1897年,彙制出台灣史上第一張颱風路徑預測圖 此外,他們也開始用無線電發布颱風警報 各地的官署也會以敲鑼打鼓、掛紅燈籠的方式 提醒民眾颱風要來了 但到了1930年代末期,隨著二戰逐漸拉開帷幕 天氣、資訊也就成了軍事機密,不再對外公開 在這樣的情況下,1942年的一場颱風 就因為沒有發布警報,使得民眾無法事前應對和避難 導致災情格外嚴重 尤其像是宜蘭就有300多人身亡 1萬多戶的房屋被摧毀 所以後來總督府就把這次的災難 稱作是颱風未通報事件,並恢復颱風警報 在戰後,隨著科技的進步 跟多次天災重創的慘痛教訓之下 台灣逐步發展出了更先進的措施 近年,隨著數位時代來臨 也開始大力運用網路科技來防救災 行政院從2021年開始啟動智慧國家方案 其中一個政策是數位防災 也就是把大數據、AI等科技應用到防救災上 希望可以運用數位工具的力量 來預防和減少災害帶來的衝擊 而這個政策的一大重點 是透過多個部會共同建構的民生公共物聯網 提供相關政府部門和民間 關於防救災的資訊和服務 這個系統的主要目標有三個 首先是輔助防救災工作 也就是透過基礎設施的部件、結合雲端計算等技術 來提供災情模擬跟整合後的即時災情資訊 輔助角色判斷以及第一線救災行動 比如在水患度的地方 廣設感測器再連接到電腦 來即時的整合水位、雨量跟防災資源分布 以便提前部署或即時調度抽絕機 第二是普及災害資訊 讓民眾可以即時做好準備 例如推出LINE的即時推播服務 只要訂閱就能收到各種災害警訊 還可以直接查詢最近的避難所 那如果想要主動查看更全面的資訊 民生市井公開資訊平台 也有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內容從空氣品質、地震、颱風 到土石流的警戒都有 此外水電、通訊、道路停班停課的狀況 也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最後是促進台灣民間防救災產業的發展 比如在災後 彙整各種資料給相關的產業做分析應用 或是直接跟業者合作開發 改良相關的產品跟服務 比如把地震速包系統連動到學校、醫院、公寓、大樓 等等的建築物的災害管理系統上面 那地震一來 管理系統就可以自動做出應對措施 比如接亂瓦斯、停妥電梯 或者是開啟警示等等 好巧不巧 我們在整理這集資訊的時候 颱風正好過近台灣 窗外刮風下雨 真的是有種久違了的感覺 那我們面對久違的颱風 心情其實蠻複雜的 回顧過去三年多,沒有颱風的日子 讓台灣南部面臨缺水問題 但現在颱風又來了,也再次傳出災情 你想到過去颱風造成的打擊跟苦難 真的會希望颱風不要來 或是來個弱台下下雨就好了 當然,颱風要來不來,是強是弱 也不是我們人類能夠決定的 人類能夠做的,只有努力防災 想辦法降低災害 但說實話,要阻止所有的災害也是不可能的 那也是因為面對天災時,往往有種無力感 所以我們這次想要用另外一個 比較沒有那麼沉重的角度來談颱風 那在整理這些冷知識的時候 我們也突然覺得 或許跟風這個可樂餅、敲碗等放假 都是人在大自然面前 無能為力的時候,放鬆心情的方式吧! 那當然這邊也還是要提醒大家 颱風來的時候,不要放得太少 該做的防災準備還是要做好 不該做的危險行動,也還是不要做比較好 好的,那最後想來問大家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各種颱風冷知識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北京洪水以及極端氣候的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就明晚再見囉! 再見囉! 再見囉!